- 第四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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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從19歲開始演戲到現在 - 我沒有接過一個電影裡面是一個女演員都沒有 - 沒有女生 - 充滿了雄性荷爾蒙 - 這個角色主要就是跟他的老大 - 大狗 - 醜失毒品精來 - 分派給下面的小題麥 - 可能靠一些麻醉品 - 來解脫 - 阿文在我印象裡就是一個 - 其實滿在社會邊緣 - 和失敗的一個人 - 欸 來了啊 - 今天怎麼來的啊 - 我是演一個黑幫分子 - 就很講情義的那個朋友 - 我覺得那種情義並不是用說出來的 - 而是要你去做 - 有很多東西是無聲聖有聲的 - 嚐一下 嚐一下 看不到 - 看不到 - 看不到 - 覺得就是很嚴簡硬乾的那種 - 言詞就代表我們男生之間的一些情 - 好來 準備 - 文姐 再出來一點 - 我覺得Man的話好像就是這種 - 和抽味 - 好好好 - 水 - 其實最好就是聆聽 - 然後你才能知道說 - 你能不能幫他 - 我在一路順風裡面是演 - 駝哥的一個士徒小弟 - 就是要幫他試海洛瑩的純度 - 好不好 - 幫他試海洛瑩的純度 - 好不好 - 中間這裡其實是在拍他一邊才看他 - 他們泰國人叫 - 都叫到碰 - 碰 - 當初來找一個角色的時候 - 事實上沒有設定他 - 我就說 - 你知道泰國有一個演員 - 有演過那個叫做 - 《 Only God Forgives》那個演員 - 他們就聽我這個話 - 沒想到就找到他了 - 那個演員說 - 你要怎麼去演出你的很硬的樣子 - 他說 -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- 對自己整個演習過程不眨眼睛 - 他知道我以前 - 我是學跆拳道的 - 我是練功夫的 - 還有一點身手可以用 -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 - 放到劇本的部分 - 放到 - 放到 - 我第一次做奔使者 - 好穩 - 好安靜 - 兩個人都有面對很大的困難 - 面對很大的生命的 - 手頭無路 - 居然可以在什麼 - 手手的空間 - 發展一段 - 覺得有點點的愛 - 這個角色碰到 - 許大哥這個角色 - 本來是可能 - 並沒有那麼喜歡對方 - 然後到最後兩個其實 - 給了彼此一些溫暖的 - 我覺得這個就是 - 一路順風 - 就呈現出來的價值 -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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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